作为道教创建及发展的主要圣地 江西龙虎山秀丽的山水之中 并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因素 自东汉张道陵之后 他的子孙后代以世袭的方式 一直掌管着道教的正义派 在此持续传承了一千九百多年 龙虎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道教正义派的祖庭 而这里诸多神秘的宗教仪式中 更是蕴含有深刻的道教思想 在当街世界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 中国的道教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所关注 在龙虎山的上青古镇里 我们其实了一位外国朋友尼克 他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电子工程师 中国的道教文化对他充满着神奇的吸引力 他来到龙虎山的目的 是为了了解心中神秘的道教 但是他掌握的汉语非常有限 于是我们决定帮助尼克在龙虎山问道 了解道教的神秘仪式 感悟道教千百年来所宣扬的道的真谛 我们首先找到了祖天师张道林的第六十五代传人 天师傅的主持张金涛 尼克首先对张金涛的行李方式产生了兴趣 我是Nick 你好 欢迎 我可以问你这些意思吗 这个佛教的话是叫赫赤 赫赤 道教是叫暴权 暴权 这个这样暴起来就是阴阳太极 阴阳太极 这个中国人的折属是代表善 善 右属是代表恶 这样暴起来就是阳善逆恶 阳善逆恶 这样暴起来 阳善逆恶 阴阳学说早在夏朝就已形成 他认为阴阳两种相反的气是天地万物的源泉 老子在《道德经》中首次将阴阳概念提升为哲学范畴 用唯物论的观点来表达世界万物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道教的祖天师张道陵 因被推崇倡道老子学说 希望将这种思想教化于群众 于是在东汉末年创立道教 尊老子为教主 以老子的《道德经》为道家经典 作为道教祖天师的传人 张金涛对修道的内涵领悟颇深 那么对于一个有这一千多年家族传承的人来说 他心中的道是什么呢 《道德经》的第一章就写到了 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常道》是不可明的 《知识》叫它《道》 老祖泰山老经讲了 是《强明》《强明月道》 在于我们修道之能 体现在我们心上的道就是德 我们一个人有没有德性 那就算你真的有没有道行 东汉张道林祖天师在龙虎山立教 元代之前 正义天师道是道教的主要流派 宋墨远处 山东临海的王重阳 创立了全真派 他吸取了佛教的一些教理教义 讲究个人的修炼修持 而龙虎山的正义天师道 统领着正义派 以佛禄斋教建厂 因而正义派也被称为佛禄派 两大派别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去修道 那么什么是佛禄呢 正义派呢 也就是天师派 它讲究的是佛和禄 佛呢就是三十六天球 通过一种特定的一种符号 那把它固定在纸上要好 黄标纸上要好 这个就是有平安符 这个正宅符 催生符 霸王 这个这个 吼和符 等等 张静涛向我们介绍 今天的符禄种类繁多 而正义道中的符 主要是以治病和抵御各种灾害 为主要目的 而符禄的起源由来已久 山海经中有记载 东海有杜朔之山 上有大桃树 盘去三千里 上有二神 一约神徒 二约御蕾 卓越令众鬼之恶 害人者只以猥琐 而用四虎烟 后来皇帝据此 立桃梗一档门户 驱鬼辟邪 写了祈福 嚷哉之词的桃梗 便是最原始的符禄 那么我们要了解的 正义道中的寿禄 又是怎么回事呢 命令 有五个等级 你们今天来得好 明天有一个 大型的一个寿禄仪式 我去把字典拿给你们看一看 再给你们解释一下 像这个路的话 它就是一个初级路 叫泰山三五都宫经路 初级路 初级路 咱们一共有五个等级 五个等级 这是其中的初级路 初级路 就是泰山三五都宫经路 根据张金涛的解释 寿禄对于天师道的道士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道环节 现在天师府每年都要举行 一到两次大型的寿禄仪式 那么寿禄对于天师道的道士来说 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道教的正义派就叫寿禄 这个全真派佛教叫寿戒 只有同伯寿禄落 你才能 它其实是一种宗教仪式 是一种仪归 只有通过速路 受戒 你才能真正成为一个 有知 有闲的道士 原来正义派修道之人 只有在龙虎山经过寿禄之后 才能真正成为一名道士 而直谍就相当于一个证书 这个证书与我们平常见到的大不相同 那么在这张证书上都有哪些特殊的内容呢 这是一颗印 这个印的话呢 那是叫合同印 合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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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出速的时候 是输入的时候 它要分成两半 另外一半的话呢 就已经的话呢 通过这个要上大天庭啊 那就烧掉 上大天庭 这一半的话呢 就要等百年之后 嫁和先妻的时候 再杀掉 那这个金伦如意赵元帅 麾下是什么 你出书路以后呢 他就规定了你 只能是一个元帅 我们不跟你一个元帅 一个将 你只能是在 招神的时候呢 你才能招这么多神 有这么多天明天将 你在神书的时候 那他又可以跟你拨 两个将 或者是温元帅 道教的神仙谱系 十分庞大 张道林创教之初 将老子神化为太上老君 是道教最高主神 经过发展演变 太上老君 被尊为道德天尊 与原始天尊 和领导天尊 并称为三清 形成道教的最高主神 而总领宇宙的主宰之君 则是我们熟悉的玉皇大帝 之后是长千上万的神仙 他们都在举行 斋教法会时 被恭请毙临 那么 既然道教 以道德经这样的 唯物论著作为经典 为何还要创造出 如此众多的神仙呢 在天使府中 我们见到了 樱潭市宗教局局长夏维基 他对我们的问题 做出了回答 玉皇是中国道教最高的神 他掌管万事万物 蒙古是从文化角度上来说 那他也就是自然界 客观规律的总代表 他掌管着自然界的万事万物 推行的是天道 那么人间的皇上是什么 就是在自然规律的制约下 按照自然规律运行 来人间去推行人道 以天道来推人事 这是道家这个基本的治国理念 根据夏维基的分析 道家要演变成道教 需要寻求思想的结合点 也就是把道家的哲学著作 改造成道教的神学经典 为解决这个问题 张道林和他的后代子孙 撰写了《老子祥尔柱》一书 老子祥尔柱 为把哲学演化成宗教 就将道解释为宇宙和人世间的主宰 塑造出人格化的太上老君教主 成为道教造神的理论依据 而修道之人 必须在拜师入道三年以上 掌握这些教义经典 具备行持摘教科义规范能力 等一系列要求之后 才有资格受禄 而隆重的受禄仪式会是怎样的 难得一见的仪式上 还会有哪些神秘的场面 我和尼克都充满着期待 传承千年的寿路仪式 究竟是怎样的 仪式中种种神秘的现象背后 究竟代表着怎样的宗教理念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龙虎山系列之 《问道龙虎山》 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便来到天师府 见到张金涛和另外两名大法师 邱玉松和曾广亮 在做着准备工作 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 他们将分别作为传渡师 经渡师和宝举师 主持寿路仪式 而他们身上华丽的道服 首先引起了我们的兴趣 主持人您现在穿的这个法衣 有一些讲究没有 有讲究的 这个法衣的 这个是代表的话 这个主持这一场 这个仪式的一个象征 像这个法衣的话 也有等级的 有等级 像我们穿的这个法衣 是叫玉露小台 你看这后面的话 这个 玉露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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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拿的这个是什么 您手里拿的这件法器是什么 如意 如意 万事如意 这个就是需要 你们三位法师 最大高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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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师拿的 三大师手持着道教最高主神 三清的如意 也就象征着 他们是代表着道教至高无上的神 来主持今天的寿路仪式 这个我们就要进去了 来这个到这个大师舍里面 那到大师舍里面 等候的 陆生啊 还有乐队的来供请 哦 来供请 好 为了表示对大师的尊重 陆生们会在仪式开始之前 去大师房中迎请三大师 不久 陆生在掌仪道长的引领下 首先迎接三大师 去到天师殿 拜祭历代天师 本以为接下来的一系列环节 将要在这里举行 可是整个寿路的队伍 却离开了天师殿 去往天师府中的每一个大殿进行拜祭 正当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参加寿路仪式的夏威继 告诉了我们问题的答案 整个队伍在完成了各个大殿的拜祭之后 回到了天师殿 在接下来的寿路仪式过程当中 寿路法师做着一系列的法式活动 这些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只是一个仪式的过程 下回季就向我们解释着他们的重要意义 他也有通过对法器的运用 你看他在这一种法器 那好 现在已经是 他已经完成了他的那个 踏钢不斗的那个整个步骤 现在就已经是在开始 进行整个的法式的科医过程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他说他喝了一口水 他喷出去 他那个是法水 他喷上去 他这是带于一种 一种恶和邪的东西 他把它给驱走 保持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空间 九天可战 四战的正经 九天采访 他向天神来禀报 是后面的这些路士 他的性别 性别和他的家庭住址 他的主要职业 和他在修道的整个成绩 他要向天庭的报告 那么实际上 就是一个注册的过程 如果他通过了这个仪式 这些路士 就已经全默在天庭 有所注册 再就是他成为一个真正的 具有法术的 要天庭天兵天将 复位的一个道士 真正的道士 受禄仪式 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仪式中处处都在营造着 神秘的气氛 使受禄的路生感觉到 一经受禄 就会受到天神相助 而他们的行为 也会受到各路神仙的监督 所有的环节都显示出 道家以天道来推人士的理念 仪式中 法师在宣读完路生的个人情况之后 即将受禄路生的资料烧掉 夏维基向我们解释着其中的含义 科医法师已经进入了一个后期 现在它属于一个禁表 那么什么禁表呢 就是把这一次 这个传渡的所有的道士 来自来自哪里 叫什么名字 那么全部报给这个天体 完了以后呢 通过这个这个烧 把它烧 烧了以后的话呢 它就产生了冤 这样的话呢 直接达到了天庭 这样他们的名单就在天庭 就有一个注册 就一个备注 实际上是一个备案 就是它这个 承报和备案 它这个烧的过程 就是一个承报天庭的过程 对对对对 就是通过鸟鸟上身的烟 直接达到了天庭 是这样 通过夏维基的介绍 我们了解到 在收录的五个等级中 从最初的 太上三五都宫经路 甚至上清三栋五雷经路 至少要经过二十三年 而最高级别的 上清大栋经路 则一般只能是天师 才有资格获取 一整套收录系统 显示出道教 对修道之人的严格要求 现在整个法事的话 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也就是寿宿这个支谍了 那么这个支谍 意味着就是这些路师 通过三大师的这个考试合格 那么就 就等于是考取了这个 这个功名 那么他就正式的 转变为道士 就许有这个传道的资格 传道的资格 也就是说 我们俗话说 他就可以带徒弟 瘦鹿鹿生 除了肚铁之外 还会得到哪些法器 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功用 在目睹了道教传长 上千年的神秘仪式之后 一刻是否能感受到 蕴含在宗教仪式背后 深刻的哲学思想 请继续收看 《走遍中国龙虎山》系列之 《混道龙虎山》 盛大而又精彩的 寿路仪式结束之后 我们仍然感觉意犹未尽 优美的道教音乐 仍然营绕在耳边 重新走在天师府中时 感受到的是 更加深刻的道教文化 可在尼克的心里 仍然有一些疑问 寿路仪式中 大师向路生颁发的 不仅仅是路蝶 而且含有法器 这些法器都是些什么 他们又有着什么样的功用呢 带着疑问 我们又找到了主持张金涛 这叫令旗 总招万神之用 做法师的时候要招神 总招万神 这是叫令旗 这个是叫天皇号令 这是招将用的 做法师的时候招将用的 我看看天皇号令那面是什么 这是灵光 这是灵光 灵光 对 是一个神 灵啊 是一个正属三门的神 叫王灵光 这个是天皇寺 这个两面的四面的都是续号 续号 也是代表星辰的那个 对 对 这个是做法师的时候的话呢 是这个 降妖 驱魔用的 在这个就是 烤鸡蛋 烤鸡灭血 之用 就是这个 这个是做什么呢 做一些平安 这个 七血法师 那 就要在人家头上要靠的 靠骨 了解了这些法器之后 尼克提出 在寿路仪式中看到 法师在做法式时 脚上踏出了奇怪的步法 而在他脚下 尼克看到了太极图 关于这个图形 尼克曾经在澳大利亚的一些资料上见过 并且有着自己的理解 尼克对太极图的理解 并不全面 但是他知道 这是道教中道的根本所在 这个看似简单的图形 对他来说 充满着神秘色彩 他想知道 究竟什么是道 寿路仪式中 护法围绕着太极图 所走出的奇怪步法 有何目的 跟太极图 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于是我们找到了 寿路仪式中的法师汪小义 经过一番询问之后 我们了解到 原来这个步法 被称为钢布 钢布的话 它就是在以前叫鱼布 就大鱼啊 治水的时候 它像那个鸟找的那个步法 它发现这个鸟找的步法 能够翻动那个石头 有着神力 就是我们道士的话 通过这个钢布 也能够通它神仙 通它那个天庭 所以这个钢布 在我们道教里 又叫鱼布 看来 钢布跟太极图 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我们又找到了下围记 老子在《道德经》上 有一个很精辟的一个阐述 它说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它指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图 它是动态的 是运动的 道生了一 一是什么 一就是一团混沌之气 一生二 就是产生了阴阳 但是他们的联系 不是简单的联系 而是一种交合的状态 会产生一种 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么这种变化 是从小到大的变化 但会不会 绝对呢 它不绝对 达到了一个极点 就按照老子的话说 物机必反 到了一个极点 它就促进这个事物 向它的反面 来进行转化 从而推动事物的 不断地向前的运作 这就是中国道家的 一个朴素的 一个自然观 听完夏威绩对道的解释 一刻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同时也惊叹于 道教将如此精深的哲学理路 转化为一个庞大的宗教体系 虽然无法完全理解 道教种种神秘的表象之下 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但是它希望 在龙虎山能有更多的体会 去充分地了解 中国道教的内涵和精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